每年6到11月份正式红龙果盛产的季节 台中外补区农会四建会 特别在8月举办体验农家乐夏令营 教小朋友认识红龙果也亲自采摘 另外也有户外导览、蛋卷制作等多元活动 让孩子们能够有个多采多姿的夏令营 咳嗽一声红龙果成功摘采下来 但过程中一点也不简单 从哪个角度下手力道拿捏都是关键 这是外浦区农会四建会农家体验夏令营 适应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参加体验一日农夫 我觉得他们很开心啊 因为他们可以真实的看到那个果树的各个生态的状态 就是不同时期的状态 然后他们也可以尝到最新鲜的果肉 然后昨天又玩了一个草冰火龙果草冰 我看到有采火龙果体验 这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 因为小孩子从来没有进去过火龙果园 摘火龙果 所以我就马上帮他们报名 很新鲜 然后很有趣 第一次采火龙果 解说员耐心的讲解采摘过程 小朋友们小心翼翼的跟着操作 生怕剪坏了红龙果 外埔农会四建会举办为期三天的夏令营 安排不同活动内容 不只有采摘红龙果 还有红龙果炒冰跟蛋卷制作 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体验农民管理果树的辛苦 让小朋友来到我们外埔的农场 红龙果园采果 让他们来知道在地的红龙果 让他们知道红龙果的价值 从它的生长到他们的餐桌上 让他们有一连串 让他们会更加的爱惜食物 住在市区的孩子们 几乎看不到蔬果种植的生长过程 因此外埔农会借着四建会 推广在地蔬果 同时也给予亲子们 一个难忘的夏令营